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结这个家庭里面你会看见 如果我们不能够敬钱加上知足 如果人永远觉得我缺乏一些东西 我少一些东西 拉结活在丈夫的爱里面 而且是相当深 相当大的爱里面 可是他不是看到我拥有的是丈夫的爱 他想的是我没有的是我没有孩子 如果每个人不能够每一天满足于神良 给我的 却天天去看别人有的 活在那个不知足里 人不会快乐的 求主恩待我们 以至于拉结他怎么说呢 他看见他的姐姐生了很多的孩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他就嫉妒他的姐姐 活在比较 活在嫉妒里真的很可怕 人为什么会嫉妒 就是比较 他就在比较说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小孩 他有四个 一个又生一个 又生一个 又怀孕了 又生 哇 他就很生气 活在比较里面 但是在比较当中 人常常很少会去想说 我拥有什么 而总是在想 他有 而我没有的 他就活在嫉妒里 嫉妒是件可怕的事 圣经里面说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那就是烂在里面 你知道刚刚开始的时候 嫉妒可能看不出来 因为骨中在骨头里面 他不在皮肤上 不在表皮 不在外面 但是当那个嫉妒在里面 越来越烂 越来越烂的时候 从骨头到有一天 我可以发现的时候 已经烂出来了 里面已经烂透了 这是可怕的一件事情 永远不要让嫉妒 在我的生命当中 不断地烂下去 求主神恩待我们 在宇宙间 从旧约圣经我们会看见 第一个凶杀案 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 为什么 因为嫉妒 因为比较 因为上帝好像比较喜欢他 因为上帝愿纳他的贡物 人不会反省 为什么人就嫉妒 嫉妒的结果把弟弟给杀了 而到了新约时代 你会看到一个最可怕的凶杀案 就是一个集体的谋杀 文士法利塞人跟犹太人 他们集体的谋杀 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四福音里面非常清楚地讲到说 文士法利塞人 为什么要这样 极力把耶稣给钉死 因为嫉妒 嫉妒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不要容让我们的人生 一天到晚活在比较里面 因为比较比不出好来 比较不会带下更多的感恩 比较常常是让人觉得我不足 而比较带出的嫉妒 是会杀人的 是会让我们陷在一个那个怨恨和苦度里 求主施恩帮助我们 把嫉妒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赶出去 不是看我没有的 而是感恩我所拥有的 感恩我所拥有的